另一件很明显的就是如果我们拉线是不会见到海里 又不会见到英里初步的意思是没有任何意思的一些东西 其实是很多的 多的事的 而且它用的方法有时候甚至不是用尺 不是用马 甚至不是用串 但是都是用距离的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是我们将会花起码半篇时间和大家分享的《罗之威尔事件》 但这次我们只是讲一点点 我想让你们熟习一下 接着我们未来的日子会解心一点 因为今次已经属于心了 在座各位 个个都要跟隔壁说 我宣告绝对明白了 我宣告绝对明白了 我宣告你都会绝对明白了 跟隔壁说 对了 感谢主 你很需要这种宣告 我们一路下去 因为事实上 我们的解释越深 你就会越震撼 因为我所说是神安排了 其实是安排了给你去知的 但是当你越深 虽然花点心思 但是问题里面 让你知多些神 其实是在想什么 譬如《罗之威尔事件》 罗之威尔事件在座 如果不是回我们教会 未必知道罗之威尔事件是什么 罗之威尔事件是1947年 在美国的地方 撞了一架飞碟 这件事件为什么这么军动呢 因为你调查任何的 关于UFO 飞碟会 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 你研究了几个月 你就一定听过《罗之威尔事件》 因为那个是经典 每个人都会提到的 那个事件之后 出了很多的这些片 这些记载 这些书籍 甚至有外星人解剖 关于《罗之威尔事件》 是可以肯定的 但美国政府 特意用很傻的方法 去否定他 让人半信半疑 而使得这件事出名 因为美国政府 还不是用聪明的方法 特意用很傻很笨的方法 就算一个人都知道 他一定是说谎的方法 去定出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 简单来说 这个飞碟在当时撞下来之后 当时的空军情报局 是美国最精锐的一班空军 就即时去那里 用大货车等 运走所有这些东西 然后即日 就在报纸公布 他们已经找到一架飞碟 形容飞碟的样子 但是接着就在第二天 他竟然 司令部再公布另一个很傻的消息 他说他们看错了 那个只是一个气球 还给照片你看 但是问题 为什么会 用这种傻的方法呢 因为其实 我说傻的原因 因为有很多其他更好的方法 极之好的方法 例如是飞机撞下来 也比战斗机撞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尺寸相室太远 它之前的围鞋全部用货车搬走 但是后来再上见报的时候 那个天气气球 是一只手去拿气的 尺寸 那尺寸没理由差这么远 我说的是 一间七百尺的屋 和一个苹果的分别 你也不会特意找一样差这么远 性质再有不同的东西去说 所以他是特意用很傻的方法去否定 让每个人都怀疑 和知道那件事是有问题的 那罗兹威尔事件 就是一个这样的事件 其实我们从拉线 我们会看到神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但是那是深很多的 我们稍后会和大家讲 首先我们的罗兹威尔事件 就是典型一个这样的事件 那罗兹威尔事件 其实它 我们首先在这个图里 看看去美国哪个地方 其实它的经纬度就是104和33 咦?有没有留意33这个字? 其实不止的 因为原来这个地方很有趣的 你会看到如果我们 我们从圣殿山拉一条线 去到这个罗兹威尔事件 但是你发觉海里没有什么 你眨眼看的时候 你不会知道什么 但是呢 有趣的 你不是看海里 不是看英里 也不是看尺 也不是看马 那看什么呢? 首先我们 给大家一个教育 其实原来我们说的海里 在一个球形上面 其实当我们量度它的角度 比如我们曾经说 在地球的球形当中 你量度33.33度 就是多少海里? 是2012海里 是吧? 所以原来 你任何的距离 你都可以看回它的角度 例如任何距离是2012海里 任何一个地方 它的距离是2012海里 如果以地球的核心 做一个中间点的话 它拉的角度是33.33度 好了 换句话说 你会看到 现在我们看看 由这个地方 圣殿 去到罗兹威尔 在这个球体上面 是一条这样的斜线 而这个斜线 是一个弧形 但同样 如果拉到核心 我们会看到它的角度 所以我们尝试看一下 一样很有趣的东西 原来它记载在 不是在距离的尺寸 而是在距离的角度 原来这个距离 这个海里 如果我们看看它的角度 是几多角度 是104度 我就是说它的经纬度 就是104度和33度 原来由圣殿拉到罗兹威尔事件 它的弧度 在圆形的弧度 竟然是一样的 和它的座标 为何神要这样拉 为何神要用角度 因为要解明 罗兹威尔事件 你要用圆形的角度才明白 为何 因为理由很简单 104是什么数字 104就是π乘33.33 罗兹威尔事件 的座标 就是π乘33.33 和33度 和33度 那你就明白 它里面是什么信息 既然来说π代表属天 33代表旧主 而33.33代表2012 这个还有很深的意识 因为它在这个座标 这个位置 在天上的星秀 是代表了一样东西 那这个就会在下一次我们讲 星频创造会和大家分享 但是 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意思 所以你看到这个很有趣 圣经为什么会用角度去拉 原因就是要用角度才解决 才理解究竟它隐藏了秘密 在里面 很明显大家都知道 这个一定不是一个偶然来的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是哪个影子政府 VMATION 而并且 他们很喜欢的数字 是什么 33度 而且其实是33.33度 他们很喜欢的 但或者你会问 究竟这一次的撞击 这个UFO撞击 和2012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们看到 是π乘X33.33度和33度的座标 其实你想清楚一件事 其实现在所有这些 一些美国的科学家和一些现代的军事学家也好 又或者是现代的科技的先驱也好 他们都以口同声说了一件事 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科技能够赶得及 去到现在我们出chips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一次撞击 因为原来1947这一次罗兹威尔撞击之后 人类才可以认识什么是chips 我们现在说的chips 其实是突然间在科技当中出现的 这个我们曾经在 十几年前跟大家说过 其实罗兹威尔事件之后 其实人类的科技是突进了很多 因为它是拿回那些残骸出来 是用好像中国那种方法 就是你做了旧东西 无所谓 它不给你专利拿回去抄回来 它们拿回这些飞碟出来抄 而其中一样最主要的就是Laser 我们现在说的 集成电脑 其实全部是罗兹威尔的一个副产品 可能大家不知道 所以 其实人类能够赶得撤在2012 去 用666这个chips 是源自于1947这件事件 所以1947这件事件 罗兹威尔事件 其实是比我们想像中在人类历史当中 影响得更大 如果没有了这一次的事件 其实人类根本没可能在2012装得撤 弄得撤士 没有办法做得到 包括我们现在关于基因改造 很多这些科技 你看看 似乎在人类历史当中 是突然间出现的 哪位是发明家 你追不回 chips 哪位是发明家 追不回 是突然间有的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罗兹威尔事件 这一架飞碟撞下来之后 美国去 做的研究所产生的 感谢观看